旧年尾、新年初,補修時數就是各位為公所奉獻心意的象徵 除了謝謝大家勞辛勞力外,相信大家也猜想自己有多少補修時數可以帶到新一年度的補修中 為此,我們特別製作影片跟大家報告如何簡合剩餘補修時數 依據各機關加班費,自己要點第三條規定 各機關員工經意規定指派加班,而鼓勵員工選擇在加班後六個月內補修假 並以小時為單位,不令支給加班費 有關補修時數的保存席限,依據上開要點,應當僅僅只有保留六個月,也就是半年的時間 據此,本市在新一年補修時數登錄中,將會在101年7月以後 101年7月1日以後所累積的補修時數,累積到102年的補修假時數中 為避免你的權益受損,你應將禁數將101年6月30日以前的補修時數修臂 想必有同仁會問,我對拆琴系統又不熟,我如何計算6月以前的補修時數呢? 我該找誰請教呢? 別擔心,人事事就是最好的顧問,我們已經想到你們會發問的問題 所以請各位到拆琴系統中,由我們來為你們做說明 當我們進到NT的拆琴系統之後,我們把它拉到頁面的底端 這時候會看到我們人事事在為各位登錄補修時數上面的變更記錄欄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到右邊的變更日期 就是我們比如說在key in各位補修時數的時間 在這邊的一個變更的日期 那我們要找到101年6月30日以前的比數 從這個案例當中,它的6月30日的比數究竟是在哪個地方呢? 好,我們找到了 它就是在5月22日上午10點50分所key in的紀錄 所以當它5月22日10點50分上面所累積的補修時數是多少呢? 就是45個小時 換言之,在101年底的時候,它應該至少修幣45個小時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到自己究竟已經修完 修幣幾個小時呢? 因為我們在101年底要修完45個小時 所以我們自己到底修完了幾個小時變得非常的關鍵 所以我們請到中間的頁面來 好,這個就是我們各項休假類別的時數 那我們再看到那個補修假的欄位 也就是在滑鼠子的這個地方 再看到移用的部分 所以這個同仁它在移用的部分是65個小時 那我們先前已經說過 它累計在6月30日以前 累計的補修時數是45個小時 它現在已經達到65個小時 所以它在102年的時候 它不會有任何的補修時數會被扣除掉 我們來找一個補修時數可能被扣除的案例來做說明 同樣看到補修假的欄位 然後我們再看到最下方的那個變更記錄欄的部分 再往右邊看我們的變更日期 找到101年6月30號以前 它的比數 從這個案例來看呢 它101年6月30號以前的記錄 因當是我現在滑鼠圈選的這一筆 就是在早上9點12分 6月26號早上9點12分key in進去的 那這時候它的補修假的時數已經累積到127個小時 所以說它在101年底 它應該至少修必127個小時 好那我們再回到中間的頁面 看到這位同仁它的補修假的欄位 以用的欄位已經有81個小時 那麼這位同仁 因為我們在前一段已經說過 他有127個小時要修完 那現在只修了81個小時 這代表他有還有46個小時要加緊修必 才不會被扣除 因此請同仁依照這樣的方法 來檢核自己的一個補修假的紀錄 這樣就不會有任何的補修時數被扣除了 以上就是查詢剩餘補修時數的方法 為了確保各位同仁的權益 也避免各位同仁辛苦工作的心血付諸流水 請大家找時間檢核自己的補修紀錄 並先行預祝 各位同仁耶誕快樂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